胡塞和航母的故事继续精彩分成 今天狂欢的声浪最后会冲击谁家的大地 前几天说了艾森豪维尔号的事 其实也就是要看看现在互联网舆论到底是什么情况 结果不出所料 这些天各个平台的评论区里 还有其他几名军事学者的评论区里 都有太多的人表演了一场宗教式的狂欢 之所以说是宗教式的 因为很多人相信的事情只存在于他们内部的口口相传 但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举个最简单最新的例子 昨天开始很多人说艾森豪维尔号 已经停在了苏伊士运河的美国基地 并且在甲板上盖盖子 整个苏伊士运河还要加护栏 不让人看 这个说法让我非常感叹一些的记忆力 他们忘了当年台湾一艘商船出事 就把整个苏伊士运河长时间堵死 就算没有记忆 他们哪怕用30秒去查阅照片 看看苏伊士运河有多宽 两岸是什么模样 也知道运河里没有任何可以停泊的地点 哪能停泊画面中的两艘航空母舰 或者一艘航空母舰加速驱逐舰 两张网上传播的所谓甲板有大鹏的照片 照例还是航母在美国本土港内维修的时候排队 这种传说都能信的人 都能拿来当证据的人 要么是教学经历有问题 彻底没学好中学地理 要么真的就是智力出了问题 而且谁不相信他们这些故事 他们就认定谁一定是他们的宗教敌人 只要问一句 他们的信息从哪来的 请出示下原始处处 回应必然是你急了 你拿了多少钱 有人反复问 为什么你关心这件事了 为什么辟谣 回答很简单 如果多数人看到信息时不作何时就敢相信 那么这个社会面对其他谣言时 同样会毫无免疫力 只要有人在中国网络上打着爱国旗号玩阴招 就很容易把我们整个社会带偏 2021年我就在节目里说过 台湾网军退役上位曝光过他们的攻击战术 在大陆要高喊爱国口号 要鸣粉石黑 要冒充战狼 要让大陆民众相信某些培养出来的偶像 中国政府必须实事求是吧 所以当中国政府的声音和这些传言信仰与偶像不同的时候 他们就能引导民众自己去带偏社会舆论 甚至对国家政策质疑和攻击 这类例子太多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柴靖说雾霾的事 以及他跟丁仲理院士的辩论 柴靖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刻意选择两会前夕 精心组织了一波舆论攻势 其目的就在于让中国放弃使用煤炭 让能源供应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 不过很多人可以自己回想一下 当年有人批驳柴靖的时候 民众会怎么说 柴靖你都敢攻击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不止这一个例子 2013年到2014年就开始了 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打破国外对转基因农业的垄断 要占领转基因农业制高点 中国农业部官方网站上也有相关的文件和科普 以及大量的辟谣文章 中国科研人员也拿出了中国自己的转基因农策 但是互联网上充斥着什么声音呢 大量民众都跟随着几个典型的谣言和几个所谓的偶像 对抗国家政策攻击污蔑甚至是威胁中国的科研团队 谁支持国家政策 这些民众就谩骂侮辱谁说要彻查谁 最后他们打着几个偶像的旗号 阻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十多年 维护了美国的垄断十多年 登月问题也一样 2012年中国科学院就公布了 长俄二号飞船绕越飞行中拍摄的阿波罗飞船 登月留下的痕迹 国家的国防科技工业网站上还提供了总量800多G的照片 而现在网上又是什么氛围呢 一大群网民说国家航天局错了 国家航天局不懂航天 他们拿着谣言还攻击欧阳自远院士 凭着自己那一点点格局 就认为中国科学家只有跟他们一样的境界 污蔑欧阳院士一辈子就凭一刻月球土壤吃饭 写了一辈子论文 实际上欧阳院士只写了一篇和月长相关的论文 他是主持中国地下核武器实验场选址的大功臣 只不过这些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论文 他公开论文中就不体现这个最大成绩 就被某些人污蔑为毫无成就 再有美国俄亥俄州火车脱轨事件 网上就有人说嘛 后果比切尔罗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还严重 中国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们只是通过了化学和数学说明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网上传那么夸张 就被网络暴民所围攻 导致了更多科学家愤而远离科普 那么把科学家们都骂成汉奸 让谁痛 让谁快 让什么人飞扬跋扈 让什么人敢怒不敢言 这种所谓不要关心真假 只要爽文就行的政治正确 其实就是传染了美国的病 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有人说这几天的事是打击了美国的神话 可是堂堂中国人眼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美国的神话 60年代越南都击沉过美国航母 把拉登的人把科尔号驱逐舰几乎炸沉 何须最近的事才让他们觉得有所打破呢 他们是完全不了解历史吗 或者说心里觉得曾经有过这种神话的人 是不是潜意识里他们还归着 还有些人说这次是让神出现血条了 实际上2001年美国被拉登拽戒 阿富汗伊拉克开始就大量的慢性失血 失选了20多年了 这些人怎么以为美国现在才开始出现血条了 是这么吹捧美利坚吗 还有人说辟谣就是不自信 可是真正有信心的人需要用假消息来支持自己吗 真实世界难道不足以让他们为中国自豪吗 而且一旦谣言被戳破之后 那些基于谣言的假自信还能坚持吗 回顾历史啊 多少人会因为感觉自己被骗了 不再相信社会公众力 甚至会占到社会以及自己曾经信仰的对立面 有人说美国用谣言对付中国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谣言对付他们呢 这叫以毒攻毒吧 问题是要给美国下毒也得去美国下吧 怎么把毒扔在中国舆论场上 扔在中国人自己的碗里 让中国人被毒两遍呢 还有人说呀 这次是让美国自己辩解肚子里有急碗粉 他们是不是认为美国真跟小六子一样蠢人善呢 你让流氓抛开肚子看看肚子里有急碗粉 那流氓面对你就真的会这么乖 所以这几天的情况就是 谁反对给中国舆论场下毒 谁辟谣 谁希望中国网民核实信息之后再相信 马上就会被谣言势力污蔑为替美国便捷洗地 而且还有个什么17亿美元的谣言 这个谣言的设计非常巧妙 是专门用来引导从不核实信息的网民 自发当子弹攻击说真话的人 所以那么多的谣言 环环相扣 套路满满 有团伙 有巨阵 有规模 有策略 所以我们可以等着看 如果不加打击 不加遏制的话 过几年之后 某些势力在我们自家江湖里掀起的浪潮 最后会冲击谁家的敌案